好,各位,以上的练习完成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想实现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需求 那这个需求是什么呢 也许有的人可以猜到我们要实现一个 WordCount,也就是单词技术 我们不需要用MapReduce实现 也不需要Spark这个框架来实现 我们仅仅是用Scalar这个语言来实现一个WordCount的单词技术 来怎么实现呢 首先我们来创建一个类 ScalarWordCount 我又把它创建成这么类 我要把它创建成什么 直接创建成一个进他类 面方法 好 好,这儿我有这么一些数据 把它封装在了List 我们就接下来把这个List里边数据做一个WordCount 我来逆造一些数据 Hello Java Hello Python Hello Python Hello Scala Hello Scala 就这么一串数据 你看这个List里边有多个字幕串 接下来就对它做一个单词技术 用Scalar语言做单词技术 那你之前是不是用MapReduce做过呀 想想你当时怎么实现的呢 思路大概是差不多的啊 来我们回忆一下啊 是不是我们首先得需要把这个各个字幕串拿出来 然后把它切分一下 那你看是用什么切分呢 这中间是以空格来区分的吧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这个数据啊 以空格来切分一下 但是呢 这个是一串串的字幕串 那我们是不是最好应该把它压平一下 也就是组合到一块呀 接下来 生成的是一个一个的单词吧 我们把这个单词拿出来 每一个单词后边我们给它 是不是应该放一个一 每个单词放一个一 生成一个Pair 在加文语里面语言里面是没有Tuple 这么一个概念了 我们就是称为Pair吧 我们可以把一个单词后边跟一个一 生成这么一个圆组 也可以叫圆组 然后呢 接下来是不是应该把它来 应该分组了 以单词来分组 每个单词出现一次 我们就把它放到一个组里面 分完组以后 我们就可以统计了 那关于这个单词出现多少次 另一个单词出现多少次 这样就比较好统计了 统计完成以后 那么这个单词技术就可以 就算是实现了 当然了 如果还要想往更机器化实现一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对它做个什么呢 做一个排序啊 做个排序 我们就按这么个思路来啊 首先啊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切分 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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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怎么实现呢 是不是把这个lice获取到 然后呢 调用哪个呢 flat map吧 flat map这么一个方法 切分并压平 切分并压平 这里边需要你放一个自定义的函数 那到底怎么处理呢 我拿到这个lice里边的一个元素 就在这儿值得某一个元素 是不是就是一个自乎串啊 这个下滑线代表个自乎串 然后我要进行切分 怎么切分呢 是不是以空格来进行切分 让它生成一个变量啊 复制给一个变量的这个变量起个名字叫Words 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切分并压平 放到这个Words里边了 咱们在做这个需求的时候 最好是你脑子里边有想象得到 这个现在啊 你处理数据到底是设个什么样的啊 你如果要是对现在处理已经处理的这个数据 不知道什么样的 那你接下来就根本就没法操作啊 那如果你要是不知道这个数据 到底是经过处理以后 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你可以这样直接先打印一下啊 PrintingWords是吧 你可以先打印一下 来咱们看一下 这儿到底是处理到哪个程度了 看这个历史的里边是不是封装了 很多个单词呀 已经把它切分并压平了吧 接下来我们就对这些单词 来做其他的操作了 好 来咱们继续 那接下来应该做什么了 是不是应该把每个单词拿出来 并且让它生成一个远足呀 当然你如果要是有更好的一些思路的话 你可以尝试着用另外一种方法实现 当然这个单词技术不可能只有一种方法 应该有多种方法实现啊 我现在就把我的思路写一下 把每个单词 生成一个一个的 呃 他跑也可以叫 配 一副一对的意思 来这个怎么生成呢 把Words拿过来 需要对里边的每个单词做处理 那是不是应该调用这个Map 什么一个方法 Map和方法 它内部是不是就是把里边的每一个 来咱们找到 把里边的每一个单词拿出来 循环拿出来 然后具体怎么操作 是不是就应该是你传过来这么一个函数来做决定 怎么处理呢 那我是不是现在 我要让它生成一个 圆组吗 也就是说 配儿吗 圆组那是不是应该用小括号来扩起来 然后呢 前面放一个下滑线是代表的 你拿到的这么一个元素 后边是放一个E 那这样是不是就是生成了一个圆组了 那我们可以叫他跑斯啊 可以叫他跑斯 呃为了统一呢 我们在这就叫他跑吧 他跑啊 生成一个一个的他跑 这儿已经生成一个圆组了 接下来继续啊 接下来 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些圆组来开始什么呢 分组了 分组是以什么分组呢 是不是以这个圆组的这个K来进行分组呀 你如果要是想象不到这里边数据 你可以再运行一次啊 啊 错了啊 我们在把什么呢 他跑 他跑斯 啊 看一下是不是一个一个圆组 那怎么分组呢 是不是以前面这个单词来进行分组 比如说我要分组啊 啊hello 这些圆组呢都放到一块 是不是就是 然后java的也是放在另一个地方 都放在相同的单词放到一起 那这样的是便于以后统计吗 啊 呃 怎么分组 是 以 K 也就是单词吧 单词 进行分组 拿到他跑斯 点 在这儿分组有这么一个方法啊 有一个 group 的 呃 group 的 在这儿还不能用 因为呢 我们是以K来进行分组 那我在这儿是不是应该用一个by呀 group by 到底是by什么呢 应该是by by 在这儿需要你输入一个函数吧 by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需要byk吗 呃 在这儿是这个下方线是拿到的什么呀 拿到的是一个远组吧 他内部也是个循环啊 也是一个循环 这不是有放循环吗 拿到的每一个元素吗 第一个下方线是拿到的一个圆组 圆组 但是我们需要拿到圆组里边的K啊 那我就说一说点点进去啊 点进去 下方线1呢 还是下方线2呢 当然是下方线1了吧 下方线1是代表的是 那个K吗 注意啊 咱们现在操作的是后边是操作的是 针对于圆组操作了吧 第一个下方线是代表拿到的每一个圆组吗 后边的是不是针对于这个圆组来进行操作 圆组的 呃 下标是以1来开始的吧 不要忘了啊 这样是拿到了那个圆组的K 那这时候以K来进行分组就操作完了 能让它生成一个变量 叫什么呢 呃group的group的 现在已经分完组了 分完组 不妨咱们再看一下啊 咱们尽量把这个过程搞明白了啊 打印错了 把这个group的打印出来 把这个group的打印出来 看一下现在是不是分号组 有多个list啊 多个list 那 你看这个里边 Skala对应的是什么呢 一个大的list里边放了多个元族吧 Skal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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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对应的是什么呢 也是一个大的list里边有Java 是以这种方式来生成的 这些数据统统被包含为一个Map吧 Map 你看这就是KValue类型的吗 现在已经分好组了 接下来 分完组做什么呢 分完组我们要统计 比如说你看啊 我现在要统计Skala的个数 那是不是我们应该统计这个list个数就行了 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比如说我要统计Java的个数 出现的个数 那我是不是应该统计这个后边这个list的长度就可以了 是这么回事吧 来 我们统计一下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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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ue value的长度 啊 长度 来这么统计 group的 group的点 有一个这么个方法 呃 Map 你生产这不是Map吗 Map Values Values 这么一个方法 你看多简单呢 都有相应的方法 给你做支撑啊 Map Values 这儿还需要有一个 function 制定的函数 那给它什么呢 它不是要 统计每一个 Values吗 拿到一个元素 是不是已经拿到那个KValue了 KValue 不是KValue啊 因为它这个函数呢 方法啊 方法指的是Map Values Map的Values 所以说它把那个K就自动给 忽略了啊 暂时忽略了 拿到的是每一个list吗 每一个Value啊 那这下滑线呢 是不是就拿到的这个 每次循环就拿到一个 元素的Value呀 好 拿到一个Value 点 Size 是不是统计这个list的这个长度了 最后让它付出到一个变量 变量叫一个 Sum 统计完成以后 那在这儿呢 是不是已经把这个单词统计就实现了 啊 咱们看一下结果 你看Skyla出现了三次 加有两次 哈喽出现六次 Python一次啊 被放到一个Map里边 这儿 所以他不知道是到底是以什么来排序 呃 那我怎么办呢 呃 既然Map没有相应的shout 这么一个方法来排序 那我是不是应该把它可以转换成一个list呀 to list 然后再进行 嗯 shout 是不是 有shout 有shout by 也有shout with 那这些方法 那到底是用哪个来排序呢 那我们在这儿是用shout by啊 到底是by key 还是by value 都有你指定 呃 那在这儿我们是不是应该以by value 也就是那个次数来进行排序呀 好 呃 拿到那个次数 那该怎么拿呢 现在我这个下滑线拿到的是是里边一个每一个元素 这个元素就值得一个k value吗 拿到一个k value 但是我需要拿到里边的那个数字 那就是下滑线点是不是下滑线2呀 这样拿到那个那个value了 呃 这样就可以以value来进行排序 排序呃 叫什么呢 shout 嗯 shout t的 嗯 行名字叫shout t的 呃 排完序以后 咱们再看一下shout t的 看到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排好序了 呃 是个历史的吧 里边放的一个一个元素 python 1 java scala 3 呃 hello 6 那这样的话 呃 如果还有一个 我 我觉得这样的并不合我的意啊 怎么办呢 往往我们在处理需求的时候啊 类似需求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从从高往低 这样排啊 比如说我现在统计一个某一个什么某一个点击量 点击量或者法文量能够是不是应该呃 比如说这点击量啊 点击量是不是应该点击量最多的放在前边 最少的放在后边相当于一个降曲排列吧 那我现在是一个升曲排列那我怎么变成降曲排列呢 是不是应该让它反转一下呀 降曲排列呢 把这个shorted拿到 然后有一个什么呢 reverse吧 还记得这个方法了吧 reverse 那最后产生的是不是一个 result呀 结果啊 把这个 result 放进去 好 我们运行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最终的一个结果啊 就已经运算出来了 想一下啊 回想一下 那这个过程是不是相当简单呀 和咱们在运行这个map reduce的时候 这个思想差不多吧 想法都差不多 但是呢 那你想想用java实现这么一个过程 是不是应该很繁琐呀 但是用scala语言实现这么一个单词技术过程 那你想 都有相应的这些方法来一一对应 你只要有这个里边的一些思想 都有相对应的一些方法来对应 这样的整个过程是不是觉得有 相当简单呀 有一种心云流水的感觉 好 单词技术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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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单词技术完了 非常好